清明廉假过去了 这几天大家都过得还算平稳 紧接着而来的五一廉假 会不会有更多人想要出去玩 我们对疫情的控制 比起很多国家来讲 我们的状态真的是好得许多 这些都是由于我们政府的努力 医护人员的付出 还有我们国民素养一点一滴所累积而来的 但是让我觉得担心的是 我们在清明节廉假发生的事情 会不会在接下来的五一廉假 再一次的发生 我就有听到清明节廉假出去玩回来的朋友在说 哎呀还好清明节廉假有出去玩 反正回来这几天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那如果当时没有出去玩的话 那不就平白无故的浪费了一个难得的假期 那也有朋友在说 我们现在政府其实做的已经相当相当的不错 所以出去玩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认同 我们今天在防疫的工作上 能有这些的成果 主要都是来自于政府的政策 还有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 跟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 大大小小所做的一切努力 如果我们可以把今天的成果归功于 这三方面的贡献的话 那我们来仔细的研究一下 这三方面的能量 在这段时间之内有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来看一下政府的政策 我们的国家一直是使用超前部署 这样子的概念来制定各项相关的规定 也就是说 所有所有的规定在这段防疫的事情之内 一定是一天比一天更严格 而从我们管理成员来讲 在管理的力道也是一天比一天的更大 再来看医疗的部分 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的确诊人数 每天每天确诊的增加人数 好像是越来越趋于平缓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确诊的总人数 却还是不断地在增加的 在亲密廉价之后 大家都在新闻上面看到 我们通报裁剪的人数 在短时间之内瞬间增加了很多 虽然这些裁剪的案例里面 有很多都没有确诊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很多很多人需要接受通报裁剪的 这个时候对我们医疗的能量 已经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消耗 我再说得更清楚一点 觉得不舒服 去医院接受检查 即使检查完之后 没有任何的病症发生 这个检查的动作本身 已经造成医疗人员的负担 同时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消耗 而这个消耗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只是想要出去玩 你觉得这样的消耗值得吗 也就是说 就算连续假期 大家去玩回来之后 疫情没有大爆发 大家也请不要忘记 我们的确诊人数是持续不断地在增加 我们被占据的病床是越来越多 医护人员也是肯定越来越累 我们医疗的整体能量 是不断不断持续被消耗的 最后就是民众的警觉性了 不管政府为防疫做了再多再多的规定 只要民众有心 都一定可以找得到可以钻的漏洞 哪些地方不该去 哪些事情不该做 这些就是要靠民众的自律 不管政府再怎么规定 不管医护人员再怎么努力 都比不上每个民众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只要民众掉以轻轻松懈麻木 这永远就会是防疫最大最大 也最不可以原谅的破口 也就是说政府的政策 医疗的能力跟我们民众的配合 这三方面加起来之后 才有我们今天防疫的成绩 如果无意延价大家跑出去玩的话 大家所在测试的就是 我们把这三方面的能力里面 拿掉了民众配合这块之后 我们国家还能不能够承受得住疫情的攻击 除了以上还有更严重的一点 我相信在五亿廉价之后 没有人希望看到我们的疫情大爆发 可是大家想想看 就算我们的疫情没有在五亿廉价之后大爆发 那这个时候会不会有更多更多的人想要出去玩 会不会有更多更多的人掉以轻心 请问这是不是你想要看到的 五亿廉价出去玩它所代表的 并不是只有三天廉价出游 这样子的一个单纯的问题而已 它背后所代表的是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稍微松懈了这样子的暗示 会不会有人觉得说 哎呀那我稍微没有请洗手也没有关系 我稍微出去闷坏了玩一玩也没有关系 会不会有人觉得清零没事 五亿没事 那我未来再放心的出去玩也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真的想要讲的是 你要思考的并不是你去玩之后 会不会生病这样子的问题 而是你去玩回来这个行为 会不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 做出对防疫更松懈的动作 而让大家陷入更深一层的危险 防疫绝对是一场易攻难守的作战 我们只是相对比较安全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安全 只要全世界都还在生病 我们就还是在危险的状态 我喜欢用科学跟逻辑的方法来思考事情 那未来我也会针对这个防疫的议题 来做出其他的影片 如果你认同我们影片里面的想法 那希望你把这个影片再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用尽一切的努力 来防止疫情的扩大 用尽一切的努力来守护台湾 我们下期再见